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开心我们又一次相聚在同声朗朗的舞台上 在这里我依然静待花开 欢迎詹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美丽又知新的小姐姐霍娜姐姐 欢迎 同声朗朗对我来说千好万好就是有一点不好 怎么呢 影响我的睡眠 因为每次要录像之前那两天我就激动地睡不着啊 兴奋了 但是呢我宁可睡不好也要来参加同声朗朗 因为带给我的快乐更多 欢迎霍娜姐姐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本节目的定海神针长青哥哥 欢迎 欢迎有梦想的小朋友来同声朗朗 挑战自己 我们会在成长梦想的道路上呢 祝小朋友们一臂之力 欢迎长青哥哥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 秀外会中的叶李老师 欢迎 同声朗朗 在多彩的时光里写下最美的篇章 因为我觉得童年少年的时光是五彩斑斓的 而咱们的小小少年能够勇敢地站上舞台 大方地展示自己 表达自己就是写下最美的篇章 欢迎叶老师也再一次欢迎今天的四位点评嘉宾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第一位少年朗读者 大家好 我叫苏芷飞 是武汉市城市小小讲解员 也是学校升旗仪式的主持人 我爱说 爱笑 爱表演 人称小细经 不要再让他碰到地面 掩饰会吸走他的体温 他伸出前爪搓揉小猫 将小猫潮湿的毛发搓揉开来 小猫动了一下 如果你们不和我们一起走 会冻死的 今天来到鸿生朗朗 我想为你分享我的故事 奖上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少年朗读者 苏芷飞 有请 你好 主持人姐姐好 大家好 我叫苏芷飞 来自武汉市青山区 刚成第十九小学 好 欢迎苏芷飞 特别期待你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那你马上要闯先生夺人这一关了 你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作品呢 世界上最响的声音 好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芷飞 世界上最响的声音 从前 世界上有一个最吵闹的地方 叫霹里帕拉城 霹里帕拉城里的居民总是打交打扰 在所有吵闹的居民中 要说 轩闹王子 闹得最厉害了 轩闹王子说 我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在同一时刻发出叫喊 使我能听到世界上最响的声音 有个小男孩对他的好朋友说 我觉得那么响 怎么才能听到别人的喊声呢 他的朋友想了想 说 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张大嘴 但是连发出声音 当大家拼命跟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好好听听到喊声呢 这一间终于到了 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搜寻着那世界上最响的声音 可是 什么 也没有听到 忽然 从花园那边 传了一声美妙的声音 王子第一次听到小鸟的歌唱 听到了微风在树叶间的低雨 听到了小溪 潺潺的流水声 他有声以来 第一次听到了大自然的声音 他欣喜地微笑着 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纸飞 谢谢你用银铃般的声音 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响的声音 那今天纸飞为什么要在我们同声朗朗的舞台上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这个故事它非常富有同趣 讲起来就是让人内心感觉非常快乐 我觉得刚刚你这个故事可能也是用小朋友的方式向我们诠释了这个道德经当中说的什么叫做大音犀牲大象无形 接下来我们要请四位嘉宾为纸飞第一环节的表现送出小红花了 纸飞你可以做到圣不娇败不哪吗 能 好 有请四位老师为纸飞先生夺人这一环节的表现送出小红花 有请 好 纸飞在先生夺人这一环节收获了14朵小红花 我们也要祝贺你顺利进入了下一端 无疑纸飞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小朋友 但是呢 正因为你优秀老师要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我觉得你还有一些不足 童话呢可以夸张可以渲染 还有很多虚拟的 那么你的这个夸张的时候都中了 比如说你的第一句 你是从前世界上有一个最吵闹的地方叫霹雳啪拉城 霹雳啪拉城的居民总是大声大叫大嚷 全部在使劲 就听不出来你的主要的意思了 还是应该注意流畅 在流畅之中把它的逻辑链条提炼出来 比如说 从前 世界上有一个最吵闹的地方 叫霹雳啪拉城 这个霹雳啪拉肯定是个重音 要提出来 你看里边有节奏有停顿 明白吗 谢谢张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关 同声说同心 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作品呢 一个令人遗憾的约定 那我们把时间再次交给纸飞 一个令人遗憾的约定 在我们家 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约定 其中 令人最遗憾的一个约定 就是爸爸妈妈不允许我养宠物 记得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亲戚送给我一只小兔子 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这只兔子体长约40厘米 浑身雪白雪白 毛茸茸的 我给它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 米可 爸爸妈妈 你们看这只兔兔多可爱啊 我是属兔的 而且我的名字上面三个字都有草字头 兔子爱吃草 所以我们俩遇见就是有缘分啊 谁知爸爸妈妈淡淡的说 你也知道我们家一直有个规矩 不允许养任何活的动物 爸爸妈妈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就让我养小兔兔吗 我争取期末考了双百回来 让你们高兴高兴 这总行了吧 谁知提到成绩 反而惹弄了他们 这不是菜市场 别跟我讨价还价 雪西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没什么交换条件可以做 第二天 他们为了斩断我的念想 索性 把米可送了出去 寄养在了亲戚家 然而 天不遂人愿 事不遂己心 米可没多久 就因为生病 到了兔子的天堂 我一直都没有能见他最后一面 如今 这个遗憾 一直藏在我的心底 每当 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宠物时 我总是羡慕地想 什么时候 我也能再拥有一只宠物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纸飞 确实是一个 有点让人遗憾的故事 不瞒你说 刚刚听你讲故事 我在台下 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就在想 你的爸爸妈妈 这心也是够硬的 就是面对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儿 这样的恳求 甚至是一种祈求 怎么就一点都不动心呢 我妈妈今天也来了 你们可以问问她 说到这个养宠物的话题啊 我跟她的爸爸真的就是 非常的一致 前所未有的达成了共识啊 说夸张点吧 我可能又有点洁癖 我是绝对不允许 有小动物接触孩子 更别说去进家门 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其二吧 在是纸飞很小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高过敏的体质 它很多东西它都会过敏 所以说正因为这两点吧 家里绝对是这个家规 不允许小宠物 小动物进家门 那现在理解了 因为纸飞啊 你是特殊的体质 高过敏体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环境 那个影响的话 是很危险的 跟纸飞的妈妈说 纸飞的情况有点相似 就是在正常人 不会出现问题的环境里面 我很容易过敏 但是我们家也有宠物 我们家现在宠物叫萌萌 是一只乌龟 然后我妈 为了让乌龟跟她一起锻炼 每天因为疫情不能出门 她就把乌龟捧在手上 在家里一圈一圈的兜圈 然后跟乌龟聊天 尤其是当我让我母亲 不太高兴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跟萌萌对话 展开对我的批判 她认为我没有萌萌 那么善解人意 所以经常我还没有吃上饭 我妈就先给萌萌弄饭去了 然后我妈说 萌萌这两天连肉都不吃了 我说妈 我也没吃上肉了 你看妈妈刚刚说了 说家里不喜欢 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 咱们家还可以 不养毛茸茸的小宠物吗 对吧 养个小金鱼 对不对 养个小乌龟 绝对不可以 我们就觉得有脏 而且有臭味 知道没有 所以我们收拾好了 不会有 从来不会有 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明白了 妈妈就是说 如果生活不是必须品的 其实可以 不太考虑 刚刚咱们也说 就是可能这个天下的爸爸妈妈 在关于养宠物的问题上 有两种极端 一种是一定不可以 一种是特别喜欢 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 往往很多时候 可能从这一个极端 走向下一个极端 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视频 来感受一下 拿着个主持人 你还想想想 我的死门带回来 我这把路上都干 我两个死门 你看我这家伙伴 两极帆船 看 Tal 每一个人员 叫枇司 无论 úa éner 语 真的是您 刚开始 要让他进了门 恨不得把你丢出去 现在就爱不受 真香 请飞妈妈看了这个视频 有什么样的感受 下了一机灵 肯定没什么感受 我相信 特别想问一下纸飞 你那么想养一个宠物 是因为你特别想多一个玩具 这个玩具是活的 还说真的觉得自己 其实是希望把这的责任和爱心 投射到这么一个对象身上 我觉得两者对于我而说 我可能都会有一些 因为宠物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足够的精力去培养这只宠物 那么这只宠物以后会 伴着你走过很多很多的岁月 我就想拥有一个这样的玩伴 可以把开心跟他分享 或者是不开心向他倾诉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个领悟非常不错 其实在我这儿 你的这个思想觉悟已经过关了 要是我就 我们家孩子有这个思想觉悟 你就让他养了 你已经可以了是吗 我也想今天就是 在这个现场也跟孩子说几句 但是妈妈也想让你知道 爸爸妈妈真心地 从心底里真的很爱很爱你的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 爸爸妈妈也给了你一个 小惊喜 小礼物 妈妈究竟会带给女儿 怎样的惊喜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我也想今天就是在这个现场也跟孩子说几句啊 因为可可 这么多年你真的是多少次的来要求爸爸妈妈想买这个宠物 爸爸妈妈也是多少次无情地拒绝你 但是妈妈也想让你知道爸爸妈妈真心地从心底里真的很爱很爱你的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爸爸妈妈也给了你一个小惊喜小礼物 想不想知道 一只虎兔子吗 一只虎兔子吗 我都期待了 我都期待了 确实是只兔子 嗯 但是就像活的一样可以动的 电动刀行系列 还是可以动的 而且她那个小家好漂亮啊 至少也是很心急的 坐在自己家里的兔子 我觉得挺高兴 因为能得到一只仿真小兔子已经很不错了 相信以后拿到真兔子十日可待 嗯 那我也谢谢 谢谢紫飞妈妈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今天紫飞妈妈呀 现场虽然送了你一只仿真兔子啊 可能看起来有一点幼稚 但是啊 证明妈妈是真心爱你的 而且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长青哥哥呢今天挺感动的 所以我呢要为你送出 五朵小红花 谢谢长青哥哥 这分是一个特别善良可爱的小姑娘 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我也非常满意 我只希望在将来的朗诵中呢 要更加的走心 好张老师送给你四朵小红花 谢谢张老师 没关系 以后总有机会 你自己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成长 有了自己的家 自己想养什么 就可以养什么了 祝你成功好不好 谢谢 刚才讲到五朵小红花 我希望 无论是我们的成人 还是小朋友 我们去对待宠物的时候 你也许是从养宠物出发的 从宠物这个词出发的 但最后 请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 萌萌吉祥米可 让它拥有它自己的名字 成为一个有个性的 值得我们去平等对待的生命 好 这是我今天要跟你去分享的 我也非常喜欢你的表现 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谢谢叶璃老师 谢谢 那么纸飞在同声浪浪的舞台上 一共收获了十九朵小红花 我们要祝贺你 妈妈送给你了一只仿真的小兔子 虽然它在生物学上没有生命 但是我相信纸飞用你的爱 用你内心的暖 用你的情感 可以赋予它新的生命 我也相信它可以倾听 感受到你的喜怒哀乐 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 等你长大了之后 等可能不再对小宠物小动物过敏的时候 你也可以拥有一只属于你自己的小动物 好吗 好 再次感谢你 谢谢 拜拜 好 让我们通过短片 来认识下一位少年朗读者 大家都叫我钢琴小王子 可能我这个人长得还蛮灵性 还有点艺术家的气质 钢琴妈在夜雨水云中弹得还不错 已经过了八级了 现在正在备考中央艺术学院的九级考试 今天来的同声朗朗 我不是为了弹钢琴 而是为了向大家讲述我的心声 给大家介绍另一个我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湖北武汉的少年朗读者 王子兴 有请 你好 大家好 天桑就头料 迪侠虎伍老 大家好 我是湖北老王子兴 今年八岁了 因为我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 所以被我们班上同学称为鸡窝王 那什么鸡 鸡窝王这个称号 欢迎子兴 我觉得你们班同学 是不是对鸡窝有什么误解呀 是啊 我都想问你 如果叫你鸡窝王的话 你会不会不开心首先 会 我觉得不修编 我更显得出艺术家的气质 哦 艺术家 不管什么王 鸡窝王也是个王啊 那你今天会带一个怎样的片幕 来应对仙声夺人这一关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诗歌朗诵 绿 好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子兴 有请 绿是生命的颜色 青春的象征 别以为绿只有单一的色调 它有着丰富的层次 同是一片绿叶在朝霞下 阳光中 夕阳里 或是在飞飞的英语中 都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 绿是随和的 但也不失知绿的本色 绿伤长在卧野上 也能在平级的石头缝里 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 绿是勇敢的 它衬托着花也奉献着果 我无依正宠斗艳 我爱绿 因为它的自然 自然便是美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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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 在同声朗朗的舞台上 朗诵这个片幕呢 因为这个节目 是我第一次比赛获奖的一个作品 当时对于我来说 这个作品还有点超灵 现在好像也有点 那接下来 四位老师要为你第一环节的表现 送出小红花了 你可以做到 盛不骄败不哪吗 当然可以了 好 有请四位老师 好 紫心在第一环节收获了13朵小红花 要祝贺你 顺利进入了下一关 我非常喜欢紫心 在这个舞台上 满满的自信 这篇作品处理的也非常好 只有在最放松的时候 我们才能把一个作品 把一个节目表演的更鲜活 更有感染力 你做到了 这一点特别棒 谢谢詹老师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到 同声说同心 在这个环节中 紫心会带给我们一段 怎样的展示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歪将儿子和霍西尼老爸 好 那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紫心 有请 大家好 我今天八岁了 用爸妈的话来说 就是 七八九 先四够 王子欣 我让你往东 你偏往西 是不是歪奖 一说弹钢琴 那就是东你哈西哈 一说玩游戏 那就是马鱼做大法 弹都不弹 有一次 我跟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本来打算四五点就回家 可是越玩越疯 回到家都快七点了 刚一进门 老妈就说 王子欣 请暗门练 赶紧练琴 唉 没办法 在老妈的高压下 我只好不情不愿的 开始练起了钢琴 王子欣 舍利起来 我要压万 唉呀老妈 你们不要说话 你要是再说话 来来来 你来给我做个示范呢 在老妈被我切出去 好几次之后 终于熬到了最后一首曲子 该换琴谱了 我对老妈说 老妈 赶紧把我琴谱拿过来 老妈说 琴谱离你这么近 醉去拿 我就不拿 啪的一声 老妈重重的关了门 还翻耸了门 这给我气的呀 我碰碰碰的去砸门 老妈这一次 彻底被我搞到火冒三丈 拿着箭矢 就冲了出来 对我说 王子欣 叫你找王埃 要你练琴谱 找抽是吧 每当老妈 把劫师醒出来的时候 老爸 就知道战事升旗了 越过推开门 找出一万种理由来调停 老爸 穿着老妈新给我买的棉袄 推开门说道 哎 教你不要在网上买衣服 什么又不对 可以退了 老妈看着耍猴把气死的爸爸 抿着嘴笑道 你又跑过来带河 老爸就像老妈和我们之间的调和技一样 从以幽默 脑筋进入弯的方式 来撕两拨千斤 这 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紫欣带给我们的这段脱口秀表演 我虽然不是湖北人 我也听不懂武汉话 但是刚才你那个武汉话学的 我觉得 突然觉得 这武汉话教育人好舒服啊 这个武汉话就用来批评人 教育人 好过瘾啊 你教张老师学两句 王子兮 王子兮 我又听了 我让你往东 我让你往西 取一反三了张老师 你看刚才我们现场每位老师 真的全程 笑得特别灿烂的 在看你刚刚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啊 我觉得你们家 真的就像一个包袱铺 每个人的包袱都太多了 天天在家抖包袱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 爸爸平时什么事都不管 当你跟妈妈产生分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爸爸出来了 一人给一巴掌 然后一人再给一个枣 做老好人 当合适老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是啊 在我家 我妈妈主要管我的学习 我的爸爸主要管后勤保障工作 他们两个啊 总是一唱一鹤的非常默契 搭配对吧 想说分工 一唱一鹤双人组合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完美搭档 闪亮组合 今天有没有来到现场呢 我已经看到 来了 看到这对完美拍档 此刻就坐在我们的舞台下 那既然来了我觉得 那就不能放过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像爸爸妈妈 请教一下 对 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 一直强调 霍昔尼的爸爸 那问问爸爸 您您您觉得这个霍昔尼 来评价您贴欠吗 其实小事情上面 我还是比较佛系 是这个家里的调和剂 但是原则问题上 始终是寸步不让 哎呦 那我就好奇了 什么是原则问题 你说的在你们家什么事 你绝对不能获悉你的 练琴吧 王子欣 这个是不可能的啊 哈哈哈哈 这行必须得练 再次现场明确 是的 那也确实 嗯 小时候是因为我喜欢学弹钢琴嘛 然后就选择弹钢琴 现在就有点欺乎难下了 哎呦 每次不想弹钢琴 这些人哭的 让妈妈心软 这招不好使啊 所以我只能放下不开心 该干啥干啥去了 就说这路是你自己选的 你哭着爬着跪着也要把他自己走完练琴这条路 对吧 但是我就想了解一下 这将儿子你能降赢的时候有没有啊 肯定 哎呦 肯定 嗯 比如说我想学高尔夫 本来我的妈妈妈说 哎 你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也不能再学高尔夫了 要不然你就赔满了 现在的小朋友 大家都强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其实 需要站在起跑线上面 需要学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就是希望他 首先不要累倒在起跑线上 因为这件事情还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哦 然后最终还是我取得了胜利 这小子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拼了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让他为了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 同意他学高尔夫 以后有两年多的时间 就是除了疫情以外 他基本上都是风雨无阻 一节课都没有落下过 看来这就是真爱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 你们家听起来就特别民主 都会开家庭会议 但是如果说 爸爸妈妈之间有矛盾有分歧了 那怎么办呢 是听谁的呢 嗯 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或者是谁声音大 就听谁的 一般谁声音比较大一点 对 我妈声音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 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 只有我妈妈能赢 我爸爸不可能赢 啊 那他们俩吵架 你当时会着急吗 你会帮谁 我会多一盘瓜子糖果来观战 哈哈哈哈 做地上观 这更加困住了 因为起码这种事情比中彩票还少 哎呦哈尔赛 这孩子都很 智商太高了 这孩子智商智商太高了 我特别喜欢这么聪明伶俐 幽默可爱的子欣小朋友 张老师真的把喜爱 画成五朵小红花送给你和你的爸爸妈妈 嗯 谢谢张老师 能够得到张老师五朵小红花真的不容易啊 我觉得一个好的家庭教育 就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一个好的开端 离开了这么良好的开端 我觉得你的结局一定会非常的美好 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步绳 永远这么开开心心下去 所以呢同样五朵小红花要送给你 谢谢霍娜姐姐 长青哥哥呢 为你送出的是 也是五朵小红花 谢谢长青哥哥 叶玲老师呢 大家说最好的教育和爱就是陪伴 但是到底怎么算陪伴呢 比方说我只是坐在你身边算陪伴吗 我觉得不是 他其实是要参与孩子的成长 要用心去引导去引领去指导 我觉得这是陪伴的第一重意义 第二重意义就是 你得跟孩子一起成长 他也能够使得我们从孩子那里 接受的反馈当中去反思自己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陪伴也是在成就父母 我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谢谢叶老师 那么王子欣同学今天在同声浪浪的舞台上 一共收获了二十朵小红花 要祝贺你 我相信你今天之所以获得如此之大的收获 要感谢你家里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给了她一个如此和谐 平等 民主 又有原则的一个家庭的生活的环境和氛围 让你这棵小树苗可以蹭蹭蹭的茁壮成长 所以再一次也感谢子欣 也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带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拜拜 拜拜 好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下一位少年老读者 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的性格 那就是聪明 勇敢 幽默 聪明是上课内容我一学就会 老师总是夸我 勇敢 是我会为受欺负的同学打抱不疲倫 幽默 是我很喜欢讲笑话给同学们听 但这三个标签 并不能代表我身上最大的特点 我身上最大的性格特点是 力 想 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接着往下看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湖北隋州的少年朗读者 云晨曦有请 你好 主持人姐姐好 四位嘉宾老师好 我是云晨曦 今年九岁 欢迎你 晨曦 我觉得云晨曦这个名字好美好有意境啊 就感觉在这个晨曦之中 还飘着朵朵白云的感觉 特别美的一个名字 那今天晨曦会在 先声夺人这一关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作品呢 我要带来的文章是 曾卓老师的生活的颜色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晨曦 有请 生活的颜色 一个小朋友问我 生活是什么颜色 有时是闪闪桂冠的银色 有时是长夜漫漫的黑色 有时是飞腾火焰的红色 有时是阴霾天空的灰色 有时是浩瀚大海的蓝色 有时是无垠沙漠的黄色 我无法告诉你生活是什么颜色 我不能想象生活只是单一的颜色 它旋转着旋转着向前 闪射着灿烂的彩色 谢谢大家 谢谢晨曦的朗诵 你今天为什么要在同声浪浪的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这个片幕呢 我很喜欢这首诗传达的乐观的生活态度 生活不是只有一种颜色 生活是五彩的 朗诵的时候心情会很舒畅 感觉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那你今天站在同声浪浪的舞台上 此刻眼前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现在眼前是白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一点紧张 大脑一片空白 很正常 姐姐每次登台也会紧张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四位老师 为晨曦第一环节的表现送出小红花了 你可以做到圣不娇败不哪吗 能 好 有请四位老师 好 晨曦在先生夺人的环节 收获了十一朵小红花 顺利进入了下一关 晨曦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名字特别美 那么你选择的这篇作品 这首诗呢也很美 在处理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内心就像说的这个颜色一样 也是色彩斑斓的 你的音色 你的表情 你的眼神 你的节奏 也是变化万千的孩子 对不对 刚才就是稍微单一了一些 我来给你示范一下 这篇作品的第二部分 我无法告诉你 生活是什么颜色 我不能想象 生活 只是单一的颜色 它旋转着 旋转着 向前 闪射着 灿烂的 彩色 谢谢詹老师 怎么样 陈希 听了各位老师 对你的点评和建议之后 此刻眼前的颜色 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 有 怎么呢 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过去吧 就我们现场的色彩 开始丰富起来了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好 脸上也开始 对吧 带着笑容了 对对对 带上笑容了 咱们就保持住这个状态 好不好享受舞台 享受你眼前的色彩斑斓 好 那在同声说同心这个环节 陈希会带给我们一段 怎样的展示呢 我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我就是不想书 哎呀 好厉害的样子 那我们把舞台再一次交给陈希 有请 我就是不想书 老师常说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输赢不重要 结果 不重要 长辈也对我说 做人要拿得起 放得下 可我就是一个怕输的人 我不想输 我们班曾经组织过一次活动 多人抢杯子 我一路过关斩将 冲到了最后一关 和一个同学决赛 虽然老师一说开始 我就去抢 但还是被那个同学抢到了 后面好几个小时候我都很不开心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 但输的感觉太不好了 我在班上有一个固定的竞争对手 我和他打了赌 每次考试 谁分数低 就算谁输 输的人要给赢的人 买一块钱的小礼品 我连赢了他三次 但期末的时候 我没他考得好 虽然只输了一块钱的小零食 但我伤心了好几天 我暗暗下决心 下次一定要好好复习 再也不能输给他 这就是我 我就是一个不想输的人 听人说过程比结果重要 可我就是看中结果 这样不对吗 谢谢大家 谢谢晨曦的分享 刚晨曦一直在说 虽然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输 对不对 我们也特别感谢你的这份真诚 可能说出了很多人 不方便在这个舞台上 说出的这样一种心声 失败对我们来说 好像是一个必修课 我觉得人在成长中 一定会经历这些伤痛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我特别想往校广播台 我就跟我的同宿舍的同学 一块就去校广播台面试 其实我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是有自信的 但她当时可能就是要 类似于带有朗诵的那种意思 尤其是没有碰到詹泽老师 所以我当时就是那个很无情 因为两个人一念完之后 别人就把我给淘汰了 然后我就在想 我跟这个晨曦的想法是一样 因为我成绩 我觉得我的成绩 比我那个同学还好一点 我就想凭什么呢 凭什么呢 心里很难过 但是我后来就在想 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 永无止境地去追求一种更好的状态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得承认在有些领域当中 有的人他比我富有特长 但是我也在另外的一方面 我有他不能胜任的 你在很多方面都击败了我 虽然你有一个播音主持梦 其实你现在已经在 湖北卫视的这个舞台上了 那些伤痛都已经出为云烟了 对 让我认识到了 时有所短 人有所长 人仍有自己的常住 尤其在一个赛道里面 或者说在所有的赛道里面 我都要超过大家 不如去肯定自己 在某些方面的禀赋 特长 而在这一方面 使自己成为最优秀的 谢谢叶老师 老师们也经历过很多失败 我会学习他们的一些经验 反省刺激 上次考试没考好 然后输给对手 我就会反省 是自己赢了几次太过自信了 考试前一周就没有系统复习 反思才会有进步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学业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会受到很多次打击 那你是属于那种 受到打击之后 你会退缩 会后退 会放弃的那种吗 那倒没有 那说明你很自信了 对 精神力量很强大 我上次考试输给了我的对手 就可以听出来 他在班上的排名 应该是前两名 对吧 是的 我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成为一个让爸爸妈妈都骄傲的人 没了没了 那在送小红花之前 我们也先想来问一下陈希 你觉得今天可以得到多少朵小红花 我预计 14朵吧 那如果啊 我只是说如果 一会儿我们小红花的数量 还没有达到14朵 你会觉得自己今天输了吗 会 会 但是如果说没有达到一期值 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的 听到这句话 你看我们很多老师都是会心一笑 继续努力就没问题 最终陈希能获得多少朵小红花呢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所有经历都是一种体验 你如果能够放下你内心的负担 你的压力 你在舞台上 在将来的学习中 会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所以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面对这次同时拉朗舞台上的展示 张老师送给你 四朵小红花 谢谢佳老师 其实每个人都不想输 但是陈希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 能永远不输的人 因为你现在还很小 所以在你人生道路上 会面临大大小小各种考验 我希望你能够放平你的心态 自己尽了全力 输了也就是赢了 其实我觉得以你的表现 今天我可以给你四朵小红花 但是我觉得考验 锻炼要从当下开始 就要考验一下你的逆伤 所以我决定给你 不给小红花呢 给你减一朵小红花 给三朵 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长青哥哥希望呢 你能成为一个不想输 但是我们不怕输的人 然后我要送你五朵小红花 替莫大姐姐捕回一朵 好不好 加油宝贝 哎呀你看我一下拍两朵 你还送一个人情 对我猜陈希 现在给你心里在暗暗的数 好 已经十二朵了 今天呢我其实很喜欢陈希的表现 而且我觉得陈希的名字 起得特别的美 所以我觉得恰恰 你应该从你这个名字当中 去吸取一种力量 人生 除了我们在赛跑 人生还可以像你的名字一样 是在云上漫步 看花开花落 看云卷云梳 所以生命需要赛跑的姿态 还需要漫步的姿态 在一种漫步当中 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艺术化的 诗意的体验 而这也是我们的生活 所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 善于赛跑 更要善于享受生命的漫步 我送给你四朵小花 谢谢叶李老师 不要祝贺陈希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 陈希在回望这个场景的时候 她会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老师 可能还会对霍娜姐姐印象尤其深 因为是她让你在今天的这个成功中 让你知道还有更多进步的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祝贺陈希 那我现在还要再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你此刻内心的感受 你此刻眼前是一个怎样的颜色呢 彩色的 所以我也觉得 如果你可以把生活中的各种情绪 看作不同的颜色 并为它们找到对应的一朵小花的话 我相信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才春满缘 所以也让我们再一次 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陈希 也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好 今天我们每一位少年朗读者 都已经朗读完毕 欢迎您关注本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